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只盛满了水的大木盆 他抬眼瞧了瞧 发现每只木盆里都有极为鲜活的鱼儿在畅快游业 数量和种类之多令人诧异 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这点 最重要的是 他在木盆里瞧见了三尾河豚鱼 河豚美味但有剧毒 这是世人都清楚的事情 不知道陆家这祖孙三代究竟是傻大胆 还是对他的厨绩万分信任 居然敢让他料理河豚 这无异于将自己的性命交到了他的手里 他们就不怕吃了毒发生亡吗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里 是不是会拿菜刀的人就能料理河豚 但是他知道 在他从前生活过的那个世界里边 一个厨师想要料理河豚前 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 甚至是吃下自己用河豚做出来的菜肴 夫人 有什么不妥吗 喜竹从车上下来 一眼瞧见温柔立在那里发愣 不由问了一句 这鱼有剧毒 温柔咬咬唇 指了指木盆里的河豚道 这个季节 还是毒性最强的时候 没事 喜竹毫不意外地笑道 只需用松菜 楼蒿和迪牙等物 煮熟就没事了 温柔摇头不幸 料理河豚的关键是把血液 肝脏 卵巢等等 有毒的部分去除干净 若是没有料理干净 单用别的食材同主 难免要演出悲剧 不过他好在以前跟着爷爷 学过河豚的处理方法 也练习过好几年 加上刀工精湛 把握还是十足的 喜竹说 陆测一大早就带着云淡出了门 温柔确认过 他赏午会回来吃饭 这才入府转了一圈 给陆成舟和陆凤林请了安 随即带着小瑞小鱼两个丫鬟做帮手 去厨房里预备了 吃鱼块 蘸料很重要 温柔按照这里的习俗 做了金鸡小虾酱和梅子酱 还备了酸橘醋和柴鱼高汤调制的酱油 在洗净新鲜的山葵 等吃的时候现磨 他甚至还取出成堆的精致瓷碟 分成上葱蒜 鸡姜醋 薄荷 橘子 萝卜泥 到时每人面前堆上个十来个瓷碟 由着吃的人以喜好的口味去调配 陆凤林让洗竹准备的鱼太多 陆家祖孙就是大肚弥勒佛也吃不了这许多 为免浪费了这些鲜活的鱼 最好是散给整个府里的丫鬟小丝们一起吃 但温柔又犯愁 他切鱼块的速度再快 终究还是一个人 一双手 哪有那么多时间和体力去料理完这所有的鱼啊 愁愁半日 干脆挑剪出一些鲜鱼来熟作 晌午这一顿鱼块宴 改成了全鱼宴 清华鱼肉制紧实 去骨洗净 两面均匀地撒上盐里 烤成金黄色 吃起来皮脆而多汁 连鱼煮熟投入豆腐 再加酱料酒和水煮到滚沸 其鱼头最是美味 夹竹鱼剔除鱼刺 混入浆末剁成肉泥 上笼蒸熟后装盘之前 先在盘底铺上一层碧绿的紫苏叶 其后撒上切碎的葱花 桥上却清爽月幕至极 鱼拿火腿汤喂熟 鱼鲜混着肉香 逗人食欲 刀鱼细嫩味鲜 用蜜酒酿后清真 是非常鲜美的 可惜就是刺多了点 温柔边做便轻声嘱咐小瑞 回头将这刀鱼端上桌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在鹿尘舟的面前 老爷子性情急躁 哪里耐烦吃这样刺多的鱼 别到时牛绝两口吞下肚去 不是扎了舌头就是扎了喉 到吃出痛苦来了 忙忙碌碌的 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快 转眼日头已经移到了半空中 温柔做好一道菜后 呼出了一口气 抬起手背来抹了抹额头 这才瞧见路侧站在一旁 笑盈盈地望着他 你怎么来了 温柔意外至极 这世上的男人们是轻易不入厨房的 往日温刚想要帮他点忙 也常被温妈妈骂作没出息 温柔不喜这种极端偏激的大男子主意 可是既然活在这个世上 有时就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世上的某些观念 否则反要被人视作异端 刚回来 听说喜竹说你在这里 就过来瞧瞧 路侧压干不顾厨内 众多厨娘和丫鬟 诧异而暧昧的目光 那气定神闲的样子 瞧上去仿佛不是置身厨房 而是在闲庭观花 温柔笑着调侃道 君子远刨除 没听说过这句话 路侧摇摇头问道 谁说的 温柔以手虚拂额头 做了个晕倒的姿势 他哪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呀 他原先生活过的世界里边 古代历史上这个子那个子的 说过的被引为经典的句词太多了 细想想 有点意思 路侧陈寅道 这句话说的是君子 当有人词的德行吧 那你剖鱼时 我不看便是 他说着 假意扭转过头 到舌头温柔笑起来 拿话堵他道 一会儿做鱼块时 我也是要献杀献抛的 你要人词 就不吃吧 吃 路侧想都不想就回答了 引得厨娘们相互挤眉弄眼的在旁偷笑 温柔瞧着架势 也没法安心做鱼了 干脆拉着路侧出去 洗净了手后 两人方说了没几句话 路晨舟就派了个小丝来催 说自己等得富鸡难乃 这鱼块究竟什么时候能吃啊 在灵水的凉亭上摆饭吧 温柔向那小丝嘱咐道 不用抬桌子 每人一张小鸡 一把椅子就够了 那小丝答应一声走了 路侧想了想道 你慢慢预备吧 我去爷爷那里哄住他 不用 温柔笑道 该预备的都预备了 一块要吃最新鲜的 我得现做 片刻后 路晨舟与路凤林漫步至凉亭 温柔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妥的 机上九盏碑盘 陈设齐全 厅外活泼泼在水盆里 游液的鲜鱼一列排开 温柔向他们笑道 你们想吃哪种鱼 我现做 路晨舟不怕死地蹲下身去 在地上捡了一根草叶 去洞内河豚鱼 看他们将全身骨胀成一只圆球 他笑道 这个鱼有趣 老夫要先吃这个 没想到温柔这次摇起了头 拒绝道 这鱼要留到最后才能吃 为什么 路晨舟诧异抬头 我怕您老人家攒我的招牌 温柔诚实答道 咦 柔儿你也有露怯的时候 路晨舟得意地笑了 安抚他道 就算你做得不好 老夫也不怪你 不是为了这个缘故 温柔笑着解释道 这河豚是天下智慧 结果这鱼宴上 我还要靠它来压轴 讨爷爷的赏呢 若是先吃了这个 别的鱼吃起来就胃同嚼辣了 陆成舟笑盈盈地点了点头 将所有的鱼都瞧了一遍 最后指着一条丑鱼道 就这鱼吧 陆凤林点了仿鱼 陆侧咬了滋鱼 温柔依次洗泡干净 做起鲜鱼块来 只是这献杀活泼的场面 难免败人食欲 他料理愉快的大案 摆在了几棵大树的后头 远远的能让人看见 他的一举一动 却又瞧不分明 清风徐缓 酒香醉人 说两句闲话 品一助愉快 想来也是一件赏心乐事 席间谈笑的声音 总是断断续续的 被风吹入温柔的耳里 他想起自己似乎 从没见过陆家祖孙三代人 聚在一起时 有过如此安然填和的场面 在旁边帮忙的小瑞 敲声笑道 家可稀奇 一向不爱吃鱼的老太爷 吃得比老爷还多 这算什么 一时闲着无事 蹲在地上 逗弄河豚的小鱼插话道 最稀奇的是 是老太爷今日心情特别好 这大半少了 既没同老爷吵架 小瑞方向出声提醒 小鱼谨言顺行 温柔就一眼瞥见 小鱼拿了手指去戳河豚 连忙出声制止道 住手 小鱼吓得哆嗦了一下 缩回手来 窃窃地望着温柔道 夫人 我 我错了 温柔瞧着她那一脸露窃 分明是被自己呵斥后的表现 其实仍旧茫然 不禁好笑道 错哪了 我 我不该去逗这鱼 万一弄死了 味道就不好了 小鱼说着 低下了头 温柔摇头道 我不是怪你斗鱼 你也不瞧瞧 这鱼的牙立得像刀锋 要是没留神 被咬上一吼 你这手指就没了 小鱼探头瞧了瞧河豚 游自不信道 没这么厉害吧 不信 温柔笑着 让人取了一枚蛤蜊来 丢进水盆里 只见那河豚 轻易就咬开了蛤蜊的硬壳 吞食起里边的蛤蜊肉来 小鱼见状 看看河豚再看看自己的手指 这才心生鱼迹 但见温柔准备开始料理河豚 探手入水 熟练地将河豚戳成一个圆球 不禁害道 夫人 你怎么 我怎么 温柔一笑 将河豚超至案板 割去鱼脊 切除鱼嘴 挖掉鱼眼 再飞快地抛下皮来 破成内外两层 递给小瑞道 拿清水多洗几次 记得 一定要洗干净 小瑞点点头去井边打水 小鱼这才尝出了一口气道 夫人 你怎么这样厉害 温柔 微微一笑 但没有答言 屏住呼吸 全神专注着 抛起鱼肚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言情小说 红杏谢春光 第240章 美味河豚 温柔一边熟练地 抛着河豚 一边让小鱼在旁边 不断地拿清水 将抛鱼时流出的鱼血 冲洗干净 抛完鱼 在做成鱼块前 他先生了红泥小炉 将胃薄的水酒烫热 其后把剪下的河豚鱼脊 烤得半焦 泡入烫酒中 不一会儿 一股浓郁的香味 就溢了出来 好香 小鱼有点垂眼了 温柔悄悄地笑了一下 取过一只小巧的酒盏 倒了一杯酒 递给小鱼道 尝尝 这个可以吗 小鱼还在犹豫 见温柔点了点头 他才小心地捧起酒盏 先用舌尖尝试着舔了一下 酒味略带兴气 但是回味里 胶中带着一股奇异的香气 小鱼仰起头 一口将酒饮下 他量前又不常喝酒 片刻后 微些酒精犯上来 只觉得浑身懒洋洋的 甚是舒服 连拂面吹来的风 都显得分外何须 温柔轻推他道 别愣着了 把酒端过去吧 放一会儿凉了 鱼腥味就中了 小鱼点点头 取了酒 送到陆成洲等人面前 回来的时候 就瞧见温柔已经在切鱼块了 他动作灵巧而迅速 切出来的鱼块 机里百腻 竟博胜纸张 温柔抬头 见小鱼站在一旁愣神 又冲着 案板边上 搁着的那只青瓷碗 抬了抬下巴 嘱咐道 你把这河豚干 拿去水里边 反复清洗浸泡 哎 小鱼答应一声 端起碗就跑 回来 温柔笑道 记得要一直换水啊 冲起上三个时辰 应当差不多了 要是累了的话 就找两人轮流替换 啊 小鱼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三个时辰 这也太久了点吧 这肝有剧毒 温柔说着 抬手将拇指 抵在尾指的指甲上 这么一丁点 就能致命 小鱼脸色 有点变了 低头 看看手里端的碗道 那还洗什么 早该气了 欲读欲是美味 要不怎么说 是拼死吃河豚呢 温柔微微一笑 低头继续切鱼块去了 要致命的美味 那谁敢吃呀 小鱼皱着眉头 纳闷离去 片刻后 温柔将切好的鱼块装盘 特意捡了一只 雨过天青柚的盘子 将薄如馋一般 仿佛风一吹就能飞走的鱼块 小心地摆出盛放的莲花造型 此时小锐拿着洗净的鱼皮过来 看见盘底的雨过天青色 透过薄薄的鱼块显现出来 趁得鱼块 欲结盈透 只如冰雕一般 不由脱口赞倒 真好看呀 温柔嫩了一声 没有回头 拼好最后几片花瓣 在中间摆上切断的细葱和一片青橙 最后才让小锐将鱼皮拿了过来 窜熟切细后 摆了一撮在盘中 又点上少许的姜椒辣酱 才呼出了一口气 好了 小锐欢喜上前 要将这河豚鱼块端到鹿尘州那里去 却被温柔制止了 他将剩下的鱼皮搁上细葱 酸橘醋和些许调料 拌匀后分成在三只鱼过天青柚的精致瓷碗里 连同河豚鱼块一起搁在盘里 才让小锐端了上去 还叮嘱道 要先吃鱼皮 再吃鱼块 这细葱可以卷在鱼块里吃 蘸少许的酸橘醋就行了 小锐点头去了 先将凉拌鱼皮搁到陆家祖孙三人面前 再将盛装鱼块的大盘子置在他们三人中间的一张小机上 笑着将温柔的话说了 才退下去 陆尘州照着小锐说的 先迫不及待的夹了一块凉拌鱼皮 吃到嘴里 先感觉到一股淡淡的酸咸 很清新的天然果香在口腔里弥漫开来 在细嚼两口 发现河豚内层的皮柔韧 外层的皮爽脆 滋味虽淡 却越嚼越觉得鲜香干美 忍不住先蘸了一生好 吃完鱼皮 陆尘州觉得嘴皮微麻 这种感觉很是有趣 他不禁又挤住在场鱼块 没想到吃到嘴里又是一种不同的滋味 河豚鱼的肉极有韧性 味道比拌了佐料的鱼皮还要清淡 但清淡里又散发出微甜悠香 加上小香葱的甘甜 更加称托出了鱼块鲜美的滋味 比他往常吃过的煮熟河豚 味道更胜一筹 鱼皮鱼块吃完 小锐捧上来的是鱼脑和烤熟的鱼骨 鱼骨边上连着不少肉 比鱼身肉还要甜 拿手撕了下酒 是无上加味 最后还有拿鱼骨熬出的清汤 撒上葱花 还未端尽 甜香味就已经弥漫在空气里 惹得人不停地抽皮了 这一汤喝到胃里 热热地烫得人浑身舒坦 将原先吃下去的生冷鱼块 所带来的威胁不适 都冲得一干二净 陆成招方惬意地割下汤碗 就见温柔终于腾出手来 亲自走到凉亭上 笑问这一顿鱼宴吃得是不是还算满意 很好 非常好 陆成舟连连点头 陆凤铃在旁也附和着赞了一声好 这一对父子 意见难得也有统一的时候 陆成舟又补充道 最妙的是吃起来不用徒骨 只管狼铜虎咽 温柔忍不住笑道 还有背下的拿河豚鱼熬的粥 爷爷若是还吃得下 我就端上来 这回陆成舟却摇起了头 捂着肚子道 不成 再吃下去 老夫的肚子就要炸了 这会儿 这会儿吃东西已经慢到喉咙口了 老夫要去散散步 陆成舟站了起来 陆侧见机在旁向温柔道 你忙了大半天 还没吃东西 先坐下歇一歇吧 对 陆成舟点头笑道 侧儿 你在这里陪着他慢慢吃 他说着要走 忽然想起什么 转眼去瞧 还坐在那里 举着筷子的陆凤铃 一瞪眼道 怎么 你还没吃够 没有眼色的家伙 快来 陪老夫散步去 陆凤铃时事吃饱了 只是想候着陆成舟走了 再回房去歇武 被他这一训斥 只能站起身来 丢下筷子 立了礼衣上 上前搀扶陆成舟 做什么 陆成舟很有气势的一甩袖 将儿子的手甩开 边走边倒 谁要你拆 你当老夫 已然老得走不动路了吗 儿子 这是怕您累着 陆凤铃很恭敬 小心地答道 累 陆成舟轻哼一声道 老夫会累 不信来比比 家儿个 非得绕着这园子 走上十圈 瞧瞧 谁先累到不可 他说着 大步迈将出去 还回头望向陆凤铃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走啊 陆凤铃无奈地苦笑着 跟了上去 眼界两人行得渐远 温柔才悄悄笑道 晚上我还留了好东西 什么东西 陆侧好奇 河豚干 温柔轻声说道 这时是河豚最美味的部分 只是毒性太大 非得拿水冲洗上三个时辰不可 我不敢告诉爷爷 怕他知道了 立刻要吃 那就坏了事 陆侧淡笑 嘱咐在旁 事后的小瑞 先下去吃东西 这才替温柔 争了一杯酒到 回头 别忘了找爷爷讨赏 他今儿吃得很满意 机会难得 温柔笑着点点头 举起了筷子 到了晚饭时 陆成舟准时跨进饭厅 他在园子里走了一下午 竟还满面红光 精神奕奕 跟在他后边的陆凤林 身体就差多了 简直是勾搂着身子进的门 一沾到椅子 就瘫在那里 只顾喘气了 陆成舟走赢了 心情甚好 竟没有赤马陆凤林 而是走到他身边 拿手轻拍了拍他的肩 呵呵笑道 小子 要同老夫比较利 你还差得远呢 当着儿子和准媳妇的面 被称呼小子 陆凤林低头看看自己那一大把 已然有些花白的胡须 再次无奈地苦笑起来 站在旁边的温柔 见陆凤林尴尬 连忙打岔 让人将准备好的小碟都端了上来 摆放到个人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陆成舟好奇地提起筷子 轻轻剥了了一下 碟子里那一小粒 如同指甲盖那么大的东西 笑道 这么一丁点 都不够人民的 温柔笑着解释道 这是河豚干 有剧毒 我可不敢多给 有这么一丁点 尝个味道就好了 陆成舟一听有毒 顿时来了兴趣 拿筷子夹起送入口中 执一抿 就觉得一股无法形容的肝香 在舌尖弥漫了开来 滋味 比上午吃过的所有鱼块 都要好上数倍 但是片刻后 唇齿开始发麻 其程度 比吃鱼皮时的感觉 还要强烈 这是微微中毒的症状 可是并不痛苦 反倒让人觉得舒服 他沉默着点了点头 突然大力一拍桌子道 妙啊 再来三碗 温柔文言脚下一个猎妾 险些撞到桌子上的杯碗 苦笑着道 爷爷 您饶了我吧 听众朋友 您刚刚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红杏谢春光 作者何枣 演播柳沁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